监察院调查司法官说监听以及泄密案 在今天晚间8点 监察委员洪德玄跟吴丰山亲自约寻了行政院长江仪化了解案情 但是基于尊重 监察委员知道院长的官邸跟江仪化见面 整个过程将近一个小时 根据了解约寻江仪化主要是要了解 8月31号晚间江仪化前往了总统官邸 以及9月4号监察总长黄世民向江院长报告司法官说案的情形 并且要厘清江仪化处理前法务部长曾永夫下台的经过 以及事发到现在 江仪化是如何处理行政跟立法之间的互动 而确切的内容基于监察法的规定 调查中的案情监察委员是不能够对外透露的